好,各位同学,我们接下来看弹性位能的范例一 这一题是非常的简单 只不过是要让我们熟悉弹性位能的公式 弹性位能的公式是u等于二分之一 kx 平方 这个 x 指的是形变量 那它可以是压缩或是拉伸 都可以让弹性位能增加 对不对 我们拉弹簧或压弹簧都可以储存能量 释放之后它会自动的弹回来或弹回去 那就是位能转回动能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位能来描述 那就是弹性位能 二分之一 k 乘上形变量平方 那现在题目说一开始 弹簧较远长伸长2l 弹性位能为u 所以就是我们的第二张图 二分之一 k 这时候伸长2l 2x 2x 平方 最后会得到 二分之四 kx 平方 那后来呢 后来放手之后弹簧弹回去又冲过头 冲过头到负 x 的地方 负 x 那我们后来的弹性位能就是 二分之一 k 乘上负 x 平方 结果是二分之一 kx 平方 把这两个拿来相比较就可以得到答案 我们用除法 除法之后就会变成 u 除上 u' 就会等于多少 x 平方都消掉了 k 也消掉了 那上面这里是二 二除以二分之一 所以是四 所以答案是 四分之一倍 u 就这样